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写文章的时候学习的对象包括了六经 就是诗 书 义 礼 月 春秋 还有史记跟唐宋八大家 那么他的创作特色 题材主要写的是家庭所事 写作的手法他会注意细节 风格式 情感非常的真挚 文学成就则是他后来成为了唐宋泰的领袖 在这一张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龟友光他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考科举 他一辈子活了66岁 他从18、19岁左右开始考科举 考了42年 红色的部分都是他在考科举的时间 考上科举 考上进士之后 他当了六年的官 虽然试图不是非常顺利 但是他很尽忠职守 希望做一个好官 刚刚提到了唐宋泰 这是明代的一个文学流派 主要的代表人物有 龟友光 王胜忠 唐顺之跟毛坤 除了龟友光之外 同学们可以特别注意毛坤这一个人 他曾经编了一本书叫 《唐宋八大家文操》 从这个时候开始 《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名称 比较为人所知 那关于唐宋派主要的文学主张有三点 第一点 他反对文必秦汉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当时一个 背向盛名的文学团体 叫做前后妻子所提出来的 这个文学团体的代表人物 一共有14个人 前妻子跟后妻子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 文必秦汉 师必圣堂 意思是说写文章一定要学秦汉的文章 写诗要学圣堂的诗 而他们发展到后面出现了一些弊端 就是直接去抄袭古人的作品 所以唐宋派反对前后妻子的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在于文必秦汉 因为唐宋派觉得唐代宋代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啊 为什么学习文章一定要学秦汉的文章呢 第二点 唐宋派认为 抄袭古人的文章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第二点 唐宋派他们在学习写文章的时候 学习的对象包括了史记跟唐宋八大家 第三点 他们不全然模仿古人 主张写文章应该要抒发自己内心的真挚情感 接着我们来看这一刻的题目 向极宣制 宣是书房的意思 向极这两个字是书房的名字 归有光之所以会帮自己的书房取名叫向极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他的祖先曾经住过向极京这一个地方 所以有纪念祖先的意思 第二个原因 向极宣的面积很小 空间狭窄 就像我们人的脖子和背连结的那一个地方 小小的 所以用向极当作书房的名字 是表示这一个书房 低矮狭窄 字是文体的名字 它跟记很像 主要就是记载或者是描写人事物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借着向极宣的变迁 作为线索 描述自己对于家族分裂的感慨 表达对亲人的怀念 并且抒发自己的抱负 这篇文章写作于明朝的家境三年 文章一共有六段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这篇文章不是一次写成的 它分成了两个写作的时间 前面四段的时候 是写在归有光18岁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 悼念怀念的主要对象 是妈妈跟祖母 后面两段 是他在35岁的时候所写的 他已经经历了 娶妻跟上妻的事件 最后两段怀念的对象 是过世的太太 接着我们进入到课文的部分 第一段 相极宣就难隔止也 隔止就是小房子的意思 所以前两句的意思是 相极宣是位于南边的旧的小房子 市井方丈可容一人居 市指的就是相极宣 相极宣的面积仅仅只有一丈建方 这个方丈的意思就是长跟宽都是一丈左右 也就是一丈建方的地方 这样子的面积在当时看来是很小的一个房子 所以只能够容纳一个人住在里面 这个方丈跟我们说寺庙的方丈 就是寺庙主持的人 意思是不一样的 好下面作者要跟我们介绍相极宣 百年老屋 陈尼圣路 与则下注 每一案 故事无可治者 旧北相不能得日 日过午已婚 从百年老屋到日过午已婚 他要介绍的是相极宣在整修之前的样貌 第一个百年老屋 他是百年的老房子了 同学们可以在旁边写年代久远 再来沉迷圣路 灰尘跟泥土会渗漏进来 同学们可以在旁边写屋顶破洞 因为屋顶有破洞 灰尘跟泥土才会渗漏进来 雨则下注 就是雨水会往下灌注 同学们可以在旁边写会漏水 每一案 故事无可治者 同学们应该很熟悉 每一案的案是桌子的意思 国中已经有学过了 每次要移动桌子 故事 这个故事四周的意思 故事就是看看四周 没有可以放桌子的地方 这两句话呼应到前面的 事情方丈 同学们可以在旁边写空间狭小 所以他每次要搬动桌子 但是看一看 没有可以放桌子的地方 无法移动 右北向 所谓的北向就是向北 也就是朝向北边 因为他朝向北边 不能够获得日光 就是阳光射不进来 日过午已婚 经过了中午 整个房子里面就会变得很昏暗 所以同学们可以在右北向 不能得日 日过午已婚 从这三句话旁边 画线 请写上 采光不佳 从前面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向极轩原本的居住环境不太好 会漏水 采光不佳 沉迷胜路 有很多的缺点 那归有光 他就做了整修 他说 鱼稍未修气 使不上漏 鱼就是我 稍是稍微 未是替 他省略了一个向极轩 就是替他 包他 我稍微替他 修气 就是修制 整理的意思 修气的气 要特别注意这个字的读音 还有字形 我稍微替他 修制 整理了一番 下面 归有光 做了几件事 同学们可以一一标出来 第一件事 使不上漏 这句话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倒装 原本的顺序应该是 使上 不漏 这个上指的是 屋顶 使屋顶 不再漏水 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 同学们可以发现 在旁边写 补漏 或者是改善漏水的情况 使屋顶 不漏水 接下来下面 前辟四窗 原墙 周庭 已当 南日 日盈 返照 事始 动燃 这是他做的第二件 整修的事 在相机圈的前面 开了 四扇 窗户 原墙 是矮墙的意思 这个周 是 环绕 他又盖了 环绕 庭院的 矮 墙 已当 南日 这个当要特别注意 可以用红笔 把它圈起来 他念成当 有承受的意思 来 承受 南边 射过来的 日光 那么日光照到矮墙上面 就会反射 进来 相机圈当中 日盈 反照 日 就是太阳 太阳的光影 反射 照进来 事事 动燃 这个是 还是指着 相机圈 相机圈 才变得 明亮的样子 所以这个第二件事 同学们 可以在旁边 划线 也就是在 前辟 四窗 圆墙 周庭 以当南日 日盈 反照 事实动燃 这几句话 旁边划线 写二 改善 采光 第三件事 旧杂直 燃 贵 竹目于亭 旧时 燃 笋 易碎 真 胜 杂直 就是混杂的种植 它又混合着 混杂的种植了 兰花 桂树 竹子 还有一些其他的树木 在庭院当中 让以前的兰杆 兰笋就是兰杆 也就增添了美景 所以第三件事情 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个三 补充上去 绿化 美化 从这里可以注意到 其实归有光 做的 不仅是改善 相极轩原本的缺点 他还补上了 让相极轩 可以变得更赏 新月幕的景致 好 刚刚讲到的是 硬体的部分 设施的改善 归有光 在整修之后的 相极轩治理 做什么呢 借书满架 炎养孝歌 明然物作 万籁有生 归有光 借了满架的书 炎养 眼是低头 养是抬头 他在读书的时候 有时低头 有时抬头 孝歌是大声的 把书的内容 念出来 明然是安静的样子 他在这个 安静的地方 端 坐 不 他有端正的意思 他在这个 安静的地方 独自一个人端坐 万籁有生 万籁有生 呼应到前面的 明然 在很安静的 情况之下 你才会听得到 大自然的 孔洞发出来的声音 这个籁指的 就是大自然的 孔洞发出来的声音 所以万籁有生 反而更可以 衬托出来 相极轩的附近 环境 很安静 和亭间齐集 小鸟 食来着食 人日不去 庭院里的 阶梯 非常 寂静 安静 小鸟 常常会来着食 就算人 到了他的旁边 他也不会飞走 除了可以知道 小鸟不怕人之外 也可以知道 住在相极 宣誓里的 龟友光 其实不会欺负动物 所以小鸟 并不怕它 三五之夜 明月半强 桂影斑驳 风移 引动 珊珊 可爱 同学们要把三五之夜 的三五圈起来 它有一个特殊的修辞法 三五它是相成的关系 三五十五 所以三五之夜 它就是农历十五号的夜晚 同学们知道 农历十五号的晚上 大部分 如果没有乌云的话 就是满月 明亮的月光 所以下面说 明亮的月光 会照在半面墙上 跪影斑驳 跪数的影子 就会被反映上去 显得挫杂的样子 风移动的影子 也就会跟着动 给龟友光的感觉是 觉得十分优美 他很喜欢这一个地方 一直到这里 可以知道 其实龟友光 是满意 整修之后的结果 所以第一段的段子 其实主要是 记录像极萱 他在修理前后的变化 还有 他住在像极萱当中 所体悟到的快乐 那这里有两点 可以特别注意 第一点 龟友光 他对像极萱所做的 整修 不只是修旧 他也有真心 例如杂质了一些植物 例如开辟了新的窗户 那前后对比 可以让我们看到 一案 一名 一个是年代久远的衰朽 一个是比较典雅 有雅质的感觉 再来第二点 作者种植的植物 有君子的象征 他种植的包括 兰花 桂树 竹子 跟其他的树木 可以从里面 稍微看出 作者的自我期许 看完第一段之后 我们可以稍微来整理一下 像极萱在修气的前后 有什么不同 这里有一个表格 提供同学们做参考 他在修气之前 泥土与水会渗漏 修气之后 补漏完之后 这个缺点就消失了 他在修气之前的采光 非常不好 修气之后 光线就能照入 屋内变得明亮 他在修气之前 没有绿化的景致 修气之后 归有光 种了各种不同的植物 第二段 燃 余居于此 多可喜 亦 多可非 这个然是一个转折词 意思是 但是 然而 但是我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词指的是 像极萱 但是我住在这一个地方 有很多值得开心的事 也有很多悲伤的事 这三句话 请同学在旁边画线 这三句话 有成上起下的作用 第一段 归有光有提到 他在整修了像极萱之之后 变得明亮多了 他在里面读书 觉得很开心 这当然是可喜之事 但是第二段 他画风一转 他说也有很多值得悲伤的事 所以多可喜就是成上 多可悲就是气下 下面他要跟我们说悲伤的事 先是庭中通 南北为一 带诸富一串 先是 这个是指的是某一个事件 后面会提到 在某个事件之前 庭中就是庭院当中 我们家的庭院当中是互通的 南北是同一个空间 当中没有任何的物品或者界线来划分开来 是同一个空间 带诸富一串 这个带是等到 诸富 朱有多的意思 这里的富 贩 贩质 贩负 属负 等到了 我的伯伯跟属属们 一串 请同学们用红笔把一串圈起来 串的意思是煮饭 一串是分开煮饭 所以一串可以借贷为分家 大家开始各自煮饭了 不再一起吃饭了 等到伯伯叔叔们分家 家里的情况就开始发生改变了 所以前面的先室 这个室指的就是伯伯叔叔分家 分家之前 庭院当中是一个共通互通的空间 分家之后呢 有五个景象 请同学们在课本上标上 好来看第一个 等到伯伯叔叔们分家之后 庭院的内内外外 设置了很多小门或者是墙 往往而是就是到处都是的意思 大家开始划分自己的生活范围 这是我的地区 你不要进来 第二件事 东拳西肺 表面上的意思是 东边的狗向着西边叫 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西边的狗会不会也有可能向着东边叫 所以他的意思是 邻居家人们养的狗互相对着对方叫 东边的狗向西边叫 西边的狗向东边叫 代表的是 家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变得疏离 第三件事 客人要逾越过某个人家的厨房 去赴另外一户人家的宴会 这里代表的就是 大家生活的动线错乱了 因为内外多自小门墙的关系 因为大家划分各自的生活范围的关系 导致客人要去赴某一户人家的宴会的时候 他可能必须先穿越另外一户人家的厨房 客与袍而宴的袍就是厨房的意思 家族的动线变得杂乱 第四件事 鸡可能会栖息在客厅 因为鸡本来应该出现的庭院 可能被其他的人家划分成他们的生活区域了 所以我们家养的鸡 只好养在客厅当中 这个也是动线杂乱的另外一个状况 第五件事 庭院当中刚开始是逐篱笆 同学们知道篱笆都还有 都可以互相说话 看得见对方 以为墙 这个以是不久的意思 过了不久 竹起墙来了 如果竹起了墙 那么我们看不见对方 更不用说说话了 所以庭中使为离 以为墙 可以看得出来 亲人之间已经渐渐形同陌路 凡再变异 凡是总共一共 一共变了两次 好 这一张图可以帮助我们 更清楚的了解分家前后的景象 分家前我们刚刚有提到 大家共享同一个空间 分家之后呢 空间被割裂了 大家的动线变得杂乱 其实对大家来说 生活变得不方便 而且大家的感情也慢慢的变疏离了 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改变 家有老玉 常居于此 家里面有一个老妇人 这个字念成玉 加油老玉 玉是妇人的意思 这个字的字形跟字音 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常居于此 常是曾经 居是居住 曾经住在这个地方 此指的是相极宣 我们家里有一个老妇人 曾经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老妇人是谁呢 玉 先父是已经过世的爸爸 先母是已经过世的妈妈 先大母就是已经过世的祖母 这个妇人是我已经过世的祖母的婢女 辱二世 这个辱是动词 补育 她照顾了 补辱了我们家两代人 先比就是已经去世的妈妈 我已经去世的妈妈 对待她 非常的宽厚 非常的仁厚 世西连于中归 这个世当然是相极宣 相极宣的西边 跟我妈妈的房间是连在一起的 中归 本来指的是妇女的房间 这里指的是妈妈住的地方 相极宣的西边 和我妈妈的房间连在一起 我去世的妈妈 曾经到了这个地方来 欲 美未于约 某所 而母立于之 妇人每次 常常都会告诉我说 这个美是常常的意思 妇人常常会告诉我说 某个地方 你的妈妈站在这里 儿母的儿当 你 欲又约 妇人又说 如姐在无怀 姑姑而弃 娘 已指扣门 非约 你的姐姐当时年纪很小 在我的怀抱当中 因为我们刚说过 这个婢女 其实照顾了归有光 他们家两代的人 所以归有光的姐姐 那时候年纪还很小 还是个小婴儿 然后在婢女的怀抱当中 姑姑而弃 姑姑是撞生词 孩子哭泣的声音 就在哭 娘就是归有光的妈妈 她的母亲 你的母亲用手指敲 这个扣是敲的意思 门 非都是门的意思 你的母亲就用手指头 敲门说 孩子冷了吗 想要吃东西吗 这两句话可以看得出来 母亲对孩子的关心 无从板外相为应答 我从门板外 这个香同学可以把它圈起来 他是代词性助词 可以代替你我还是他 无从板外为应答他 这个香代替的是他 我在门板外回答他 语未必 这里的语是说话 还没有说完 我就哭了 妇人也哭了 同学们可以想看看 在这里归有光哭和老妇人 哭的原因有没有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的 归有光哭是因为老妇人叙述了 妈妈以前的事情 归有光想念妈妈 而老妇人哭是因为想到 主人对他非常的忍厚 在老妇人转述的妈妈的话 跟妈妈的动作当中 这里都有一个修持法 叫追溯视线 也就是描述过去的某个画面 叫做追溯视线 例如如姐在无怀孤孤而弃 娘以指寇门非 曰而含呼欲时呼 无从板外相为应答 刚刚前面回忆的是妈妈 这里要回忆的是另外一位 在归有光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女性 于智树法 读书宣中 一日大母过于约 于智树法 同学可以把树法圈起来 树法它这里是借贷 借贷为一个男生15岁 因为在明代的时候 男生到了15岁 就会把头发绑起来 盘在头顶 我在15岁的时候 在相机圈里面读书 有一天大母 刚刚我们说过了 祖母 祖母探视我 这个过当探视 祖母来探视我 阿嬷就说话了 无儿久不见若隐 何近日默默在此 大泪女郎也 我的孩子啊 好久没有看到你的身影 这个久不见若隐的若当你 好久没有看到你的身影了 为什么整天默默在这个地方呢 太像女生了 看起来阿嬷好像在责备她 说她都不出门太像女生了 可是你们看后面哦 再回头来想 阿嬷真的是在骂她吗 必去以守和门 至与约 必是等到 等到离开 就是等到阿嬷离开的时候 阿嬷用手把门关起来 自言自语说 吴家读书久不孝 而知诚 则可待乎 我们家的人啊 读书很久没有成效了 这个孩子的成就 可以期待吧 回到前面 所以其实阿嬷不是真的在责备她 阿嬷只是担心她的身体健康 可是阿嬷看到她在读书 其实祖母内心是觉得欣慰的哦 因为其实家里的人已经很久没有出人头地了 她期待这个孙子的成就能够光耀门眉 而且阿嬷下面还做了一件事 请知 请知是时间附词 过了不久 阿嬷拿了一根相簿来 相簿就是古代的大臣 他们要上朝的时候拿的相牙的一个板子 上面可以记一些事情 为了预防你上朝报告的时候忘记的事 所以他有点像记事本 拿了一根相簿来 他说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 在宣德年间拿着这一根相簿上朝 改天 他日就是改天 改天你应该会用到他 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 阿嬷期许归有光 可以考上科举 在朝任官 三根故是同样的意思 看到阿嬷留下来的东西 想一想阿嬷说过的话 这些事情仿佛就在昨天一样 令人大声痛哭 没有办法忍受 威有光在这里为什么大声痛哭呢 第一个他想念阿嬷 感谢阿嬷的关心 第二个他还没有完成祖母的期待 第二段的断职主要在叙述三件事 第一件事家里人事的变迁 也就是分家前后的变化 第二件事他在想念母亲 第三件事怀念祖母 这一段的写法 他一开始写了可喜跟可悲 可喜讲的是前面第一段 在宣宗读书的美好时光 那可悲的就是我们刚讲到的 分家还有母亲跟祖母都不在了 好这里我们整理一下 在第二段当中祖母说了哪三段话 这三段话分别表达出什么样的心情 第一次祖母说何近日默默在死大类女郎也 其实她的心情是疼惜的 对孩子很关心很爱护 第二次祖母说了 儿之成可待夫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祖母是欣慰的心情 对未来抱持着期待 第三件事祖母拿着相符说 他日辱当用之 祖母期待孙子之后能够做官来光耀门眉 第三段 宣东固常为厨 人往从宣前过 相符宣的东边 这个固是之前 常是曾经 相符宣的东边 以前曾经作为厨房 所以家人要前往的时候 会从相符宣前面经过 于俊勇而居 俊勇 这两个字同学可以用红笔把它画起来 俊是官上 又是窗户 这个俊的字音字形字意 都要特别注意 我官上窗户 住在里面 过了很久 能以竹音变人 就是能够用脚步声来分辨来的人 是谁 宣凡是遭火 得不焚 带有神 护者 相符宣一共遭遇了次次火灾 能够没有被烧光 能够没有被焚毁 大概有神明在保护者吧 这个带他当大概是推测语气 同学们可以把带圈起来 在旁边写推测语气 第三段主要在讲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归有光住在相笔宣当中 能够凭借着脚步声来分辨经过的人是谁 第二件事是相笔宣曾经遭遇过四次火灾 却没有被崩毁 第四段 相笔宣曰 相笔宣就是归有光自己 相笔宣曰 他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属亲守丹穴立甲天下 其后秦皇帝主女怀清台 属是一个地方 亲是一个寡妇的名字 属地有一个寡妇亲 他守着他的祖先开采的丹沙矿穴 获立冠绝天下 这个甲他当动词就是天下第一冠绝天下 获立冠绝天下 之后秦皇帝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逐了一个女怀清台来表扬他 第二个例子是诸葛孔明的例子 刘玄德是刘备 刘备和曹操征天下的时候 诸葛孔明从田母当中被启用 这个龙的本意是田间的高地 所以可以借代为田地 诸葛孔明从田母当中被启用 帮助刘备来征天下 帮二人之妹妹于一于也 是何足以知知 这个方是当 当这两个人知当助词不要理他 妹妹本来是昏暗的意思 这里当默默无闻 当这两个人在世界上的一个角落 默默无闻的时候 世界上的人哪里知道有这两个人呢 于区区处拜屋中 芳阳眉顺目未有其景 我这里的区区同学们 可以用红笔把它画起来 它是小小的意思 就是渺小至千 就是我很渺小的住在这个破败的房屋当中 败屋指的是相机轩 住在相机轩中 正当扬眉顺目 扬眉顺目的意思是 挑起眉毛眨眼睛 意思是眉飞目动 至得意满 我正当至得意满 觉得这当中有奇特的景致的时候 人之之者其位于砍井之蛙 何意 其他的人如果知道这件事 也就是知道我这么想 也就是前面的三句话 于区区处拜屋中 芳阳眉顺目未有其景 人家如果知道这件事 其是大概 大概会说 我跟前经理的青花 有什么不一样吧 最后这两句话是积问法 好 在这一段当中 归有光举了两个例子 属星跟诸葛亮 这两个都是明满天下的人 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在成名之前 都默默无闻 而最后这两行 归有光 就是拿自己跟他们并弊 他的意思是 我现在正是处于默默无闻的阶段 他没有说出来的是 我相信我之后 会像他们一样明满天下 所以在这一段当中 可以看到归有光对自己的期许 好 第四段段词 他模仿史记太史公约的笔法 写自己的志向跟报复 那所谓史记的论赞笔法 就是太史公在记史事之后 最后都会写一段文字 叫太史公约 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 或者是对传组进行褒贬 所以在这里归有光说 像极深约 就很像实际的太史公约 他在这里用 蜀青跟诸葛亮先困厚达的例子 来自我勉励 第五段 于既为此志 后五年五期来归 时至宣中 从于问古事 获平积学书 于是我的意思 既在文言文里面 他当什么什么之后 或者已经怎么怎么样 为在这里当写作 我已经写了这一篇文章 或者是我写完这一篇文章之后 五年后我的太太嫁过来 五期来归的归 同学可以用红B把它圈起来 它的意思是出嫁 古代的女子出嫁叫做归 我的太太嫁过来 这里的太太指的是归有光的人配 归有光一生有三任妻子 这里的无妻指的是人配 时是时常 常常 常常到相级宣中来 向我请问古代的事 或者是靠着桌子学习练习写字 无妻归您 恕朱小妹与约 文姐家有格子 且何谓格子也 我的太太归您 请把这个归也圈起来 这个归指的是女性 出嫁之后回家探望父母 叫做归 所以这里归您的归 跟前面无妻来归的归 意思不一样 一个是出嫁 一个是回娘家 树是动词 转树 这里的珠也有多的意思 可见太太的妹妹 不止一个人 转树 小妹妹们的话说 听说姐姐 你们家有格子 什么叫做格子啊 红这里可以看到 龟友光她在叙述 跟妻子之间的互动 还有话语 可以知道 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很好 而且太太常常到 相机宣当中 陪着龟友光 她就在旁边练习写字 或者是问她 有关于古代的事 可见他们两个人的兴趣 不会大将径庭 而且相处的时间蛮多的 其后六年 无妻死 事坏不休 之后过了六年 我的太太过世了 相机宣也损坏了 但是没有修理 这里同学们可以想看看 为什么明明 房子坏掉了 却不休呢 是因为这个房子当中 留有龟友光 跟妻子的回忆 龟友光 只要一到房子当中 就会想到妻子 她会触经伤情 这时候 她还在太太过世的悲哀当中 她不忍心去触碰回忆 也无法去整修她 前面我们讲到了 龟友光 她想到妈妈的时候 是哭泣 龟友光 怀念起祖母的时候 是长嚎 也就是大声痛哭 在这里 她讲到太太死掉 她只用了四个字 事坏不休 其实这样更能看出 很深沉的悲伤 太太过世了 跟太太有关系的东西 龟友光都不忍心去碰触 其后二年 于酒卧病无聊 乃使人休气 男格子 其至稍逸于钱 再过了两年 我生病卧床 觉得百无聊赖 没有事情可以做 于是就派人修理男格子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龟友光 她太太过世 带给她的悲哀 她已经比较平复了 可以去接触 拥有他们之间 回忆的男格子 其至稍逸于钱 这个字是格局 她的格局 已经跟之前不太一样 就是整修之后的格局 跟人本的相机宣 不太一样了 然 字后 余多在外 不常居 这个然 也是转折词 但是 然而 但是 从此以后 我大部分都在外面 不常居住在当中了 第六段 亭友枇杷树 无期 此之年 所守之也 今已亭亭 如盖矣 庭院当中 有一棵枇杷树 是我太太死掉那一年 她亲手种的 这个手 本来是名词 这里当 父词 亲手种植的 所以它是一个 转品的用法 现在已经 高耸直立 像一把伞了 今已亭亭如盖矣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 太太已经过世很久了 第二个意思 归友光看到 枇杷树 长得这么的高大 他会想到 他的太太 这个是 赌物思人 第五跟第六段的段子是 补迹宣宗夫妻生活的情趣表达对于过世太太的怀念 第五跟第六段是事后补写的 我们前面有说过 他们之间大概隔了17年左右 他在追忆跟原配的妻子卫士 在相机宣当中互动的说事跟情景 还有写到太太死掉那一年亲手种植的树 写出了树在人亡的悲痛 接着来问同学几个问题 帮我们梳理这一刻的重点 作者在相机宣的生活 就整个来看 有哪些事是可喜的 哪些事可悲 可喜的事情包括 他在整修完相机宣之后 变得明亮了 他也做了绿化跟美化 他在里面读书觉得很快乐 那第二个他在相机宣中读书 他回忆起竹母来探望他 他们的温馨互动 第三个他觉得相机宣有好几次遭遇火灾 但是应该有神明保佑着 让他没有被焚毁 第四个太太嫁过来之后 跟他在相机宣有相处的回忆 这些都是值得开心的事 那悲伤的事包括什么呢 第一个叔叔伯伯分家 第二个妈妈很早就过世了 第三个祖母也已经不在人世 第四个妻子也已经离开人世间 再来作者追忆母亲 祖母跟妻子的写法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母亲很早就过世 母亲其实在归友光 八岁左右就已经逝世了 那时候归友光的年纪还小 所以对于母亲的回忆 其实并没有很多 或者是很鲜明 因此归友光协作的方法 是透过一个老妇人所转述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他跟祖母 他跟祖母相处的时间比较久 对话的机会比较多 而且祖母会到相机宣中来探视他 因此他最意祖母是直接引用祖母说的话 第三个夫妻之间的相处回忆 有一些是发生在相机宣当中的 因此归友光可以直接把相机宣当中 两人的互动跟言谈的内容记录下来 作者在描写母亲祖母妻子的时候 透过什么象征的物品来表现情感 流露出来的情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写母亲的时候 特别写到母亲用手指敲门 他想起母亲的时候是无声的哭泣 那他写祖母的时候 着重的是在祖母拿的相簿 因为那一根相簿代表着祖母 对于自己的期许 他怀念起祖母的时候是长嚎 也就是大声痛哭 包括想念起祖母的关心之外 还有他很愧疚 因为祖母的期许他还没有完成 那写到妻子的时候 象征的物品是枇杷树 因为枇杷树已经长得很高了 代表妻子过世已经很久了 他的情感的表现是长久的思念 接着是问题与讨论 最后一个问题 作者改造书房 除了记录人事变化 也写出对于自己的期许 你认为生活空间的改变 会对个人造成什么影响呢 请以家中空间 或者是学校空间的改变 作为例子 加以说明 下面的答案提供给同学做参考 其实同学们可以从空间的改变 写到对于自己的影响 例如指引了你对未来的梦想 或者是让你未来的人生目标 有所改变 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会更有深度 因为你把外界的东西 对你自己的影响写了出来 而不只是外界是外界 你自己是自己 当外界跟你自己没有连结的时候 其实你提出这个答案 并没有办法打动人 那么今天这一课上到这里 龙腾献上学堂 我们下课 中文字幕by紧 感谢观看